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带来的亚冠联赛现场直播节目 季组第四轮 北京国安在主场迎战五里南联 这场比赛也是在这个小组两支球队背靠背进行的第二场比赛 在双方的上一场比赛 五里南联在主场 一比三输给了北京国安 同时这场比赛也是北京国安在亚冠的赛场上的第五次碰到泰国的球队 而在此前的在主场面对泰国球队三场比赛 国安好取三连胜 冯泰必胜在宫体 今天的小球童也都是穿上了雨衣 今天的天宫不作美 北京下起了小雨 而且气温是骤降 所以我们看到了 对于泰国的球员来说 这场比赛他们在出场前还身穿羽绒服 对 他们要克服这场比赛自己不会适应的低温比赛环境 也是北京彻底转暖之前的一场雨 应该说确实气温稍微低了点 今天的最高气温只能达到16度 画面上我们看到在比赛开始之前的雨下的不小 场地的湿滑会对这场比赛产生一定的影响 虽然是一个周中的工作日的夜晚 虽然是一个雨天 但是这样的下雨并不可能浇灭北京球迷对于国安支持的热情 上座率在公体还是相当的不错 本场比赛取胜的话 北京国安有机会能够在四轮过后 位居小组第二 占得小组出现的先机 一场不容有失的比赛 一场不能够丢掉的主场胜利三分 五里南联在过去的六次亚冠赛场上做客中超球队 他们取得的课场成绩 是相当不错的 两胜两平两负 曾经在2012年以及2015年 他们分别在客场战胜过广州恒大淘宝 以及广州复利 公体在双方球员走入到现场这一个时刻 也变成了绿色的海洋 而今天也是有小部分 无理难连的泰国球迷随队客场出征 小球童穿着雨衣也展现了在比赛的组织方对于小孩子们的热爱和关爱 双方在历史上的交锋次数并不多 而这场比赛也是历史上双方的第二次交锋 国安也在亚国的赛场上碰到了第四支来自于泰国的球队 这场比赛的裁判组全部来自于卡塔尔 而主裁判哈米斯兔瓦里 这个赛季才开始主吹亚国联赛 我们先来看一看主队北京国安的首发阵容 在门疆位置上14号邹德海 在后方线上4号李磊 2号金民灾 19号于大宝 28号江涛 其余的球员10号张希哲 6号池中国 26号吕鹏 5号奥古斯托 前场9号张玉宁 17号巴坎布 主裁判库巴里 这场比赛是他个人作为裁判 所吹的第二场亚冠联赛 他的首场亚冠联赛是悉尼FC 在主场迎战卫山现代 你可以说这是亚冠级别的一个菜鸟裁判 但是相信他的未来会更多的来吹这项 亚洲最高级别俱乐部比赛 五里南联今天的队长是8号 素猜奥恩努姆 他在上一轮比赛是没有首发 客队的首发之中 门将的是1号西瓦拉 在后卫现场 五名球员15号纳鲁巴丁 3号班沙 5号图涅斯 14号奇迪巴 以及6号沙沙勒 在中场队长8号素猜奥 26号拉他纳攻 9号素巴塞 前场19号素巴楚 以及球队外援 77号佩德罗如尼奥尔 从Tip席上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五里南联只排出了 五人Tip席 没有达到七人 所以这回来到北京 并不是所有的球队的一线球员 五里南联跟周末联赛 也是进行了很多的更换 很多那场比赛首发的 甚至都没有进入大名单 那场比赛也是德国级的主帅 在施弥特率领国安各项赛事的第64场比赛 在昨天代表中超出战的两支球队呢 在亚冠都没有赢球 看看今天北京国安是否能够获得主场的一场胜利 班多维奇 今年49岁的五里南联的主帅 他也是对于现在 今天北京的天气呢 感觉到非常不适应 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 西法拉在四天之前呢 刚刚度过了自己35岁的生日 他首回合与国安比赛的时候34岁 而今天他已经是35岁的老门将 巴坎布 在泰国他完成了帽子戏法 以赛开始之前是一个倒计时 一声哨音 PPT为您带来的亚冠联赛的现场直播 北京国安在主场迎战五里南联 那上半场呢 国安将会从左侧来跟右侧进攻 全身传统的绿颜色的球衣断锅球瓦 而五里南相反的方向来进行他们的比赛 客场队服啊 是浅颜色 国安的首发呢 吕鹏是打在后腰的位置 是中国是另外一个后腰 最近呢 因为李可进入到中超零赛的国安的首发当中 是给奥古斯托减轻了一些防守的负担 奥古斯托呢 其实也是第三个这个中场稍微靠后的球连 但是他会经常上去 张细哲是前腰的位置 所以有点比较像这个四三一二的阵型 五里南连这边呢 很明显还是延续之前的三五二的一个排阵 在防守的时候呢 是五名后卫进攻的时候 两个边一位呢 能够插上 双方的首发阵容和他们首回合交锋时候 都是进行了两个位置上的变化 在国安队这边 江涛和吕鹏 今天呢 是出现在首发的位置上 而在五里南连这边呢 他们的队长 苏蔡奥是首发出场 同时中后卫 齐迪巴 这是一名主力中卫 那首回合呢 是没有出场 这场比赛 批挂上阵 都是进行了两处的微调 拉他纳攻 今天呢 可以回到自己熟悉的后腰位置上 来帮助五里南连呢 加强防守 纳鲁巴丁 目前也是泰国的活奖 这场有一个小小的变化 现在为止呢 苏巴塞也就身披九号的球员 是在封线上面 而苏巴储是在中场附近 这两个人本来位置也可以互换 都可以兼认中场和前锋 之前是相反的一个方式 这个九号苏巴塞呢 身高高一些 一米八二 苏巴储身高矮一些 这场比赛也是北京国安 在这个赛季各项赛事的 第十一场比赛 而在此前的 十场比赛中呢 国安拿下七场胜利 公路的直赛球 并没有找到巴坎布 比赛一开始 国安能够牢牢地控制住 控球拳 这场比赛的胜利不仅仅可以是 国安的小组赛中呢获得出现的先机 同时为接下来四十天 国安的十场重要比赛 能够开一个好投 接下来的国安的赛程是相当的密集 连续的四周将会遭遇一周双赛 上周四 队长于大宝也迎来了自己31岁的生日 苏巴猜这次回撤 于大宝上抢盘规了 今天苏巴猜如果顶到风线更多的话 那可能他的冲击力会起到一定作用 他今天只有20岁 苏巴猪也是非常年轻 这是一脚非常具有想象力的 进攻射门 但是直接踢飞 武力男连更多的呢 可能还是需要做好防守 然后来打反击 之前打全美现在的时候 就是一次快速反击当中 当时苏巴猪取得进球 苏巴猜 苏巴猪 都只有20岁 武力男连在抢球的时候 这是一个动作比较大 邋遢纳攻的明显犯规 这名球员呢 确实是武力男连呢 犯规会偏多的一名球员 上一场比赛打国安的时候 他是打在右中位的位置上 这个位置其实并不太适合他 结果从那一侧 国安是频繁的能够进攻 而且也取得了进球 所以这场比赛呢 他是被重新拿回到了 这个脱后中场的位置 宛多维奇曾经也执教过奥林匹 比亚科斯今年呢 是49岁 球员时代呢 他是一名后卫 而且那一场比赛呢 武力男连常规的右中位 阻力 齐迪八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上场 在替补 但是没有上场 也是改变了 他们的打法并不成功 这场比赛呢 又恢复到常规的一个 首发十一人了 往中场的拼抢 力度十福 迅速夺回球权 找到八坎部 再给到右路 找江涛 球传的深了一点 江涛主要刚参与完防守 跟吕鹏把球断下来 然后再冲上来 确实有点费劲 没有完钢之后 右侧的进攻 我觉得应该有一些变化 吕鹏 本场比赛是他这个赛季 各项赛事的第四次出场 他也是参加了超级杯的比赛 再给右侧 吾涅斯冲上来 先把球破坏 他是客队 在中位位置上的核心 来自于委内瑞拉 也是一名外员 右路 多角的穿插 张希哲的穿中 还是绿鹏 自己直接起到后点 八坎部头就垫了一下 还有机会 八坎部左脚打 被挡回来 毁了这场亚冠的比赛 八坎部在上周末的 中超连赛中呢 是得到了轮休 满血 付出 上一场比赛 河北华雅幸福那场 其实没有八坎部的情况下 前场的接应 也是出现了一点问题 那场张玉宁虽然取得进球 但是大多数时间里面 其实踢的是有些挣扎 那场比赛呢 在右边 其实尝试用奥古斯托 推上去的方式 但是没有王刚的配合之后 也是有点吃力 最终河北华雅幸福 还是出现了后场的失误 但是国安那场比赛一度 也是有点危险 所以说这场比赛呢 看看会不会有一个新的动向 今天吕鹏更多的是 在右中前卫的位置上 刚才也是45度去起球 这个赛季他已经踢过中后卫 踢过右后卫 今天又出现在 右中前卫的位置上 逐渐成为球队的 一个半经油的球员 善于传控的国安 从开场到现在呢 基本上没有让 无理难连的球员太多 能够控球 奥古斯托 持中国 他也是随施密特 参加了这场比赛 昨天举行的发布会 把坎布已经是回撤 他与队友进行接应 关开场的这个节奏 确实比较平缓 无理难连退的也是相对深一些 因为他们上一场 丢球太早了 快速的丢球 也使他上一场的比赛计划 完全的没有打出来 被打懵了 佩特罗罗尼奥尔 上一场打国安 他表现也不是特别好 自己滑倒了 没有做好的雨战的准备 他的能力确实跟之前的 无理难连的一些外援相比 带动球队稍微差了一些 要比迪奥哥差一些 身体上的压制力 国安队两次得回球权之后 都希望能够打快 还用了贴着地面 向中路的一角出球 但是有时候把速度提上去的话 传球成功率不能保证 就是中场的迅速翻墙 奥古斯托很好的断球 奥古斯托再给身前球 就被拦截了 全跑一致 但是对手把球拦截 那鲁巴丁奔中路 这时候哨音响了 主管队出现了一次犯规 培德罗如尼奥尔 他这个脖子上还闻着个中文 家族 2018年去年的后半程 他当时是短暂租界到武汉卓尔 也是打过中甲联赛 而且还取得过进球 再找江涛 向前的输错 武力南连后场的人是非常多的 第一点可能争不下来 但是第二点上去的比较容易 所以说呢 而且今天右侧 纳鲁巴丁不断的往前带球 刚才两次带球都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这是他的特点 对 他能带球 也是参加了今年举办的中国杯 所以泰国国家队 今天24岁的右边后卫 实际上呢 泰国的球员呢 不管他的身材高大于否 还是矮小于否 他们有一个特点的是 在场地中的移动的速度都比较快 移动性好 有一定小技术 身体对抗是一个比较大的短板 所以说呢 这种球队选择外援的时候 一定是要弥补自己的短板 对 去用身体对抗的球员 能够一个局部支撑住 才能够去打起来 但是这赛季的外援 陪到了如尼奥尔 他不是这个类型 国安在边路迅速的推进 但是对手呢 已经全部的回到了防守位 各就各位 国安转成了阵地站 武司徒大范围转移 第二点保护住 你看国安在开场这阶段呢 球员的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 移动接应也是比较到位 再转移到另外一边 就给的太深了 这两脚 转移球 奥古斯托都给的有些问题 一次给的小了 一次给的太深 翘牌洗力 天然气质油 纯净度99.5% 极净动力 超凡表现 在上周末 与河北华幸福的中少联赛中呢 奥古完成了代表国安的100场比赛 22例进球 28次助攻 直接参与了球队的50个进球 一个非常高效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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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涅兹 目前也是从西甲的维格塞尔塔清训 一样出来的球员 弗里南在中场来进行传导 他们被称之为是泰国最不处 中日韩三个国家球队的一支禁旅 昨天也是在鲁农泰山的客厂呢 占苹果路的 来 持中国把球抢先来 造成对方的犯规 对 这个球主要是佩德罗如尼尔 自己背身拿球没有挺好 然后不得不犯规 然后今天呢 把这个苏巴主 也就是19号的这名矮小球员 放到中场 我觉得也是为了 让他去参与船接 船空 然后呢 把这个冲击力比较好的苏巴猜 就是9号球员 给顶上去 去冲击防线 培德罗珠尼尔呢 也并不年轻啊 今年已经是32岁 来自于巴西 刚系者 和奥古斯托进行串联 这位横传准确找到江涛 在门中路给 张远宁转身打门啊 这是他的常规动作 停球转身再射门 完成了这场比赛 他个人的第一脚打门 中场联赛中呢 张少侠已经打进了三球 而且他的进球往往都是精彩的 对 这种挂角远射 所有远射都有 然后呢 还有上一轮打花家幸福的时候 那脚转身的 非常干净的打 对 又是国安的强攻 左路逃遍到底线 然后这个球碰到李磊 这是一个门球啊 没有获得国安队的一个脚球 再看张远宁 停球之后直接转身打 这个球要想停球 直接发力的话 需要稍微把球往外停一点 然后再去发 再去走一下 有一步的调整 其实刚才五里南连队 张玉宁的防守也不算非常紧密 所以这场国安还是有机会 射门前的调整 应该说还是给足了时间 就是张玉宁能够空袖 对手踢了一下倒地 所以上这场比赛 张玉宁已经连续三场亚冠 能够首发出场 他之前是打建业的时候 应该是有一点小伤 确诊了一场 所以最近两场联赛 国安打建业 打河北华行服 都是用的单前锋 五个中场这样的方式 这场比赛又回复回来 双前锋 是 张玉宁不仅身材高大 同时我们看到 他其实脚下控球能力很强 这下拉球 手是捂在了球员 经常会受伤的腹骨钩的位置 因为拉球的时候 内收机包腹骨钩位置 容易过度伸展 他反向拉球 是要求一定身体素质的 因为他也是比较高大的球员 矮小灵活的球员 做这个动作可能顺畅一些 赌场的国安球迷的歌声 震耳欲聋 使得这个雨天 比赛还是能够在一个火爆的气氛中来进行 国安的主场 气氛肯定都是有保证 对任何课队来说 都是一个魔鬼的课场比赛 无理男 接下来我们看到 可能在防守端 他们的动作会越来越大 因为现在又是砍倒了八砍步 这个队的身体对抗方面 有的时候不是特别讲究 他会有一些小动作 包括我们看上一场比赛 苏巴楚 他也是动作非常多的 而且也吃牌了 苏巴猜 包括其实泰国队 在一些国际比赛当中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会有一些小动作 对 这其实是他们比赛策略之一 不能够单纯的来看这个问题 这支泰国队 或者温度球员 古城为主的球队 他非常要求大量的跑动 因此消耗非常多 有的时候他需要把比赛切碎一些 会采用打断比赛的方式 包括他们也非常擅长造反馈 刚才的一次倒地受伤 并无大碍 八砍步重新的来进行比赛 不过国安到了这个阶段 确实非常要注意球员体能的这种保持和伤病的预防 对 比赛比上赛季的初期要多了太多 接下来八天会有三场比赛 武力男现在犯规不断 对 说真的要是以上赛季国安的配置的话 来打这赛季的开局 相信伤病会非常多的 这赛季控制的已经算不错了 但是王刚的确诊还是有影响 这个星期一周双赛 但是两个都是主场 而下周的一周双赛 两场比赛都将会是课场 特别是5月1号的与黑龙江FC的足鞋杯之后 要再课场与广州航大淘宝进行中超联赛 从北飞到南 这个赛程也是很艰难 今天第四轮足鞋杯的赛程 全部出来了 国安将会在5月1号 特程中站 这球传起来 再扣过的时候被挡了张希哲 没有完成过人 武力男连的右中位 七迪八处理球出现失误了 但是我们说这个球 巴坎布给身后这一下 和他断球间隔非常短 动作做得很流畅 而且张希哲没有绝对的速度 在传中 但第一点被对手保护住 双方的第一场比赛 国安取胜 同时也是终结了中超球队 在七年 在武力男的主场 没有胜利的尴尬 被国安打破了 不是一场胜利 也使得国安获得了 此前八场亚国安比赛的第一场胜利 此前的七场不胜 也被打破 巴坎布 强突啊 这个球渗透进去不错 现在开始往边路走 持中国套鞭送出了船中 看看第二点 抢下来 张宇宁 张宇宁连续转身再给 外围大门张希哲 还有机会再打巴坎布 这个球 哨音这时想起来 越位了 首先是越位 但是看到最近的两次国安的进攻 发力了 而且威胁性也提高了 刚才所有武力男联的球员 中路的球员被吸引到了边线附近 所以这个球很轻松的给到中间 然后再从中间再由衷极变 然后再发展到进去里面 确实是有一点阅位 看得还非常直 张希哲外围的打门 中时碰到了巴坎布 在首轮与全北线代的客场比赛中 张希哲打进了球队这个赛 去亚冠的第一例进球 张宇宁又倒地了 看起来不能够继续进行比赛 嗯 巴顿 巴顿准备披挂上阵 杨华巴顿将会这个赛系呢 在亚冠第二次出场 在主场与普和红钻的比赛中 巴顿是替不上 就是刚才那个反向拉球的动作 嗯 希望这样的受伤 不会影响张悦宁在接下来 密集赛程中的出场 对抗当中的这个动作 其实虽然第二下有接触 但是看伤的位置应该还是跟跟这个接触没有关系 当然跟第一下对抗可能有点关系 他需要使劲地去拉这下 做这个拉球动作 这样的话呢 确实造成了一些不确定性 对 一般来说前锋的第一剃股是这个 王子明 巴顿已经是披挂上阵了 同时呢 这也是他在这个赛季各校赛事的第二次出场 在这个赛季呢 他在中超联赛中呢 还没有亮相 只是在此前亚冠比赛中出场 也是在赛前可能很多球迷啊 没有想到的一个国安的快速人员变化 20分钟 无理难的定位球 前点但是高度不够 外围再打 又是外围 他们基本上不在空 不在传就是打 越位 不显了越位 佩特罗入尼奥 这名球员呢 也是在亚洲 包括像在韩国 在日本啊 以及我们中国 他都踢过球 在冀州联 在鹿岛路角 武汉卓尔 都有过效力 一场主场的胜利 可以呢 是国安自1499天以来的 亚冠 首个主场 这名字还余大宝 保持得非常好 防线比较靠前 古里南连主动进攻的话 确实会有一些问题 他们的人员比较靠后 把两个异位推上去之后呢 经常会打到这个 三中卫中间的这个位置 而且我们都知道呢 在下雨天呢 其实是对于打传控的球队的一种干扰 来自于泰国的球队呢 本身就希望能够在 地面传球方面进行短传 进行配合 今天也会受到干扰 上一场比赛呢 在主场 武里南连在下半时换人之后啊 用这个新上来的球员 去冲击国安的内部 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现在他们主动控球的时间 确实比较少 邹德海是这个赛季 北京国安的主力门将 到目前为止呢 武里南连的进攻呢 还没有太让他感觉到任何的危险 马坎布 交给边路 等了一下队友的前叉 阿顿没有把球拿住 没有奔出去 是中国很能抢 要把球断回来 要注意 这个时候阵型的保持 当进攻提速 当传球的速度提起来的时候呢 武里南连这边 也没有保持传球的 确率 而且刚才应该是 江涛上去那一下管用的 他是干扰了对方向前输送 填补了这个 持中国身后的这个空档 身侧的空档 在这场比赛之前 北京国安各项赛事呢 能够好取五连胜 现在也是要冲击一波 双线作战的六连胜 造反规成功 发布上场之后的一次贡献 要争取能够多获得定位球 用这样的定位球 与阵地站进行穿插着打 给对手的后方呢 造成最大限度的一种威胁 可以多去打一下 这个14号中卫 右中卫 TD8这一则 今天单防方面 做的不是很好 上一场 他们也是这个位置出问题 就是当时拉塔纳攻打这个位置 很不适应 但是今天TD8宜然 后场丢一次球 被巴坎布塞身后 还有刚才这下巴顿上来扛他 身高方面呢 TD8对巴顿应该没有绝对的优势 1米83 他们三名中卫最高的 应该是班杀能够达到1米9 看看奥古斯托 就传起来 有机会 有机会停下来 于大宝 看这时候哨音也响起来 越位 每次越位 这个赛季 这个赛季 于大宝呢 也是队中的为数不多的 能够在此前 10场各项赛事 全部出场的球员之一 这个球判的也没问题 今天这边边才看的还是挺嘴 于大宝 尝尝出场 奥古斯托 以及张锡哲都是这样 贝特勒铸尼奥尔是强打 但是没和队友形成默契 江涛这防守这两次做的还都不错 表现出了侵略性 没有说守住自己的位置 还是跟上去 尤其对方三中卫的阵型 进攻人员在中路附近 江涛还能去中间补一下 而进攻端这个东西 不能强求一个球员在攻守两端都发挥 江涛的防守呢 往往是具有侵略性的 而助攻的时候 有时候在边路内能够快速插上 他攻多了之后 这个防守质量肯定会受影响 回不来了 平衡的问题 这球完成了过人 再给到空位 有原射机会 完成了一次 五里南连的远距离射门 还是他们的外员 罗尼尔 奥古斯托往上的时候 国安左边的防区 需要持中国移动过去 就刚才这一下 没有成功的补过来 奥古斯托在靠前的位置 然后持中国还没到位 所以对方从右往左 形成了连接 其实左边有一个非常好的 二打一的机会 但是五里南连没有打 五里奥尔在代表 五里南的这个赛季 前八场比赛中 能够交出三球两处攻的成绩单 也还不错 后场的空间覆盖的问题 在联赛里边 有李可来去解决 他往后能够有一定的覆盖面 这样奥古斯托不回来 其实有的时候问题不大 李可是有横向的这样子去 横扫覆盖的能力 对 包括他卡内部的防守 能让球队的四后卫阵型的宽度 能够得以保证 但是现在旅航的位置 是相对前压一些 他和奥古斯托其实都会往前 这样的话 有的时候单后腰持中国 容易被对方从一侧打到另外一侧 就不太好了 直接船身后 船跑形成了一日 而且球停下来 扫音又响了 应该又是一次越位 开场不到半个小时 北京湾已经是至少三次出现了越位 也展现了球队 想要尽快的加强进攻的 心情有点着急 越的不是特别多 虽然是这个小组整体实力最差的一支球队 但是无理难连的确实是泰国的一支最出色的球队 他们也是经常来参加亚冠 不过只有去年 他们才从小组太平出现过 打进16强输给了全北线的 阿坎布很积极在后场拿球 并且完成了突破 现场没有绝对速度 而且身边也没有队影的侧影 沙沙乐 一名球员也可以打中场 也可以打后尾 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国安在右路开场 几分钟时候那样的经常来自从右路发起进攻 这会打进来 嗯 吴涅斯先把球破坏 吴涅斯就是拖后来进行一些扫荡 哎 冬离南这边有球员出现了受伤 而且看起来伤制还很严重 现在无法起身 六号速八猜 刚才巴坎布的这一次 带球拉到边路 受伤的苏巴猜呢 从去年开始呢 也进入到了泰国国家队啊 他20岁的年龄就可以开始自己的裹脚 应该是上场国安的第一次脚球 平均身高方面 北京国安的实战有明显的优势 关键看这个球 奥伍斯多的落点发的如何 开起来 头球定到了 遮向头门 差之毫厉 可惜了呀 余大宝 这球往下砸 砸在巴坎木脚上了 一次余大宝晴空霹雳的投球 最后呢 在缓缓地滚向球门的时候 偏了一些 这个赛季各项赛事呢 余大宝是打进过一球 在中销联赛中 那场比赛他也是先踢前锋 再踢中后位 其实这球五里南联队第二点的保护 完全的失误了 前天有一个人把人拽走之后 余大宝可以往前形成投球 但巴坎木这个时候 旁边完全没人 伍斯也暴露出这支泰国球队 可能在防高空球方面的端板 对 他其实有人去顶余大宝 但是没有顶住 而且站位也有问题 脚球任一球当中啊 其实对于第二点的保护特别的重要 因为对方完全可以低一点 不攻门去摆渡或者制造混乱 尔古斯托也是在进攻中的和队友进行直接的交流 意图能够使进攻打得更加有效一些 一民赛 巴坎布 这时面对对方的一个五人防守阵 有时候归缩起来的后场的密集阵容 想要打出渗透或者说抓住机会并不容易 江涛上来 奥古斯托非常好的表现 再给奥古直接起球 看投球 没有 杨细哲这个点 是被起地霸顶 但是奥古斯托刚才呢 所有人都堆在前面的时候 他快速回来连接一下江涛 然后马上反跑在右路 非常清楚的这种比赛的意识 形成了一个边路的二打一 对 你需要有人把前面和后面连接起来 从边路连也可以 奥古斯托的后来的传中也非常好 刚才第一个脚球呢 又创造了于大宝的一次 险些破门的投球 看看这一次 另外一端 又是于大宝 又是投球 门将拿到了 西瓦拉的位置非常理想 所以说他直接把球抱在怀里 而且没有出现脱手 还是刚才的那次脚球的意思 一个人横向扯一下 给于大宝往上冲的这个空间 于大宝一开始站在靠外的位置 一个人应该是金鸣灾 把球把人扯出去之后 于大宝再往这个缝里边再去通击 这球顶得比第一个球还要舒服 都是往下砸 不过这两个球 对 跳得高 西瓦拉也是参加了今年的中国杯的比赛 而且也有年初的亚洲杯的比赛 下雨天 门将的视线有时会被下雨所干扰 所踢的足球上面的也会有一些雨水 同时门将的手套上也会湿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武安也可以在比赛中尝试一些远距离的射门 能去造成对方门将判断失误或者说扑球脱手 卢尼尔 余大宝干扰的很好 但是余大宝没有回来 余大宝还是及时的回来 但是吴里南这球也没有打出速度 余大宝这个球的意识也非常不错的 余大宝顶上去之后得有一个中场往回补一下 余大宝补之后他没有猛扑 他是延缓了一下对方进攻的速度 这样持中国就能横向移动过来 把这个阵型重新变成紧密的状态 今天国安在后场还是比较注意相对来说 但是依然吕鹏和奥古斯托压上去的时候 国安一定要注意不能在中线附近丢球 一丢球的话 是中国这边横向是照顾不过来的 可能就会被对方横向打穿 这个赛季中超联赛呢 不仅取得了追平中超纪录的开局六连胜 而且进攻也是能够达到六场过后进球双位数 国安需要将联赛的进攻火力现在带到亚冠赛场 之前在右路打了一下之后又往左边来调球 这样的话图涅斯的这种补防的负担也是比较大的 特别是看看这次奇迪八这边能不能打出东西 再给到外围 扫到前点 无理男的后卫用非常规动作把球磕出来 这球江涛赶下脚啊 而且稳准很 今天江涛的防守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是中国的第一下呢也没有去扑扑 也是延迟了对方 古涅斯 江涛如果不上去 奥古斯托就要经常冲右路 这是一个非常明白的事 就是刚才那次右路传中 都比较明显 江涛可以在后边送球 不上去不冲 保存体力防守 八蹲 再给奥古 吕鹏和江涛都在右路 无理男的球员的退守的速度很快 他们落位的速度呢 非常迅速 今天就是非常谨慎的注重防守 所以国外如果不能打得特别快速推进的话呢 都要转为接下来的这种慢慢磨的阵地战 这球传进来 吹倒在罚球区里为奥古斯托 但是应该不是对手的犯规 所以这个球想做一个大角度的转向 再控住球有点困 江涛又迅速夺回球权 江涛今天打得像半个后腰 有的时候在本队进攻的时候 他不是说组织进攻 而是说这个特意的这个防守位 有一定的横向的这种保护 在施米特的打造下呢 国外现在已经完全是一个传控流的球队 依然可以来回的控球传导 这赛季的国安确实要比上赛季更注重一些防守 他在进攻的同时呢 在后边稍微保护的人会留意一下 江涛这下你看穿当的传球做的也非常好 其实莎莎乐呢还是在腿部啊 和刚才的奥古斯托有过接触啊 比耶拉今天呢 没有进入到比赛名单中 但是来到工体来观看队友们的比赛 歇歇歇歇也好 奥古斯托一直没有休息啊 耶拉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三名啊 国安的球员常常额翔赛事首发之一 国安的四名外援啊 这个都有轮休的机会 奥古斯托可能辛苦一点 最终的重要性也是体现的比较明显 每场比赛都要靠他 工房两端都需要他 传起来 但这回呢图涅斯把球顶出来 又顶回给奥古斯托 再传起来 门将击得不远 但是队友大脚破坏 西瓦拉上一场比赛也有失误 他的控制面小一些 其实作为一个矮门将 他的动作速率啊 在矮门将里面算不是很快的 1米83的身高 在门将这个位置上不算高 但是35岁了现在 确实算是高龄 矮门将在30岁以后 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这名门将呢 上一场比赛的扑就 把我脱手 控制面不够 五里南联的进攻啊 他们根本无法逾越国安在中场 雾下的设防 所以我们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呢 都看到呢 佩特罗朱尼尔呢 是回到这个中圈附近 可是他回来之后 他拿球没有什么作用 突不进去 也分不出来 他有一些长处啊 就是带球之后 横着走着一下 去连接左右 但是这个呢 并不能够造成绝对的 对防线的很直接的打击 你想射门的话 你根本就打不到射门的位置 欧场断球 吕鹏 成功的拦截 巴顿再往中间顶 这球传身后 巴坎布没有约位 又将射门巴坎布 但是西瓦拉 立功了 这门这下 连接稍微慢了一点 然后对手逼上来 派抢之后 最好的一次机会 但是巴坎布的右脚 打门的角度不够刁 我可以再接再厉 他来自于张奇哲的一次 传身后的球 带给 有想法 但是呢 没有掌握好力度 巴顿这个球 也不是没有意识到 但是身体一下 没有驱动起来 他应该去在张奇哲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一个套路 就是局部三人 两个人配合 第三人跑动 停的也很漂亮 就是停完之后 这个带球之后调整 对方已经上来了 这个赛期呢 他的进球率还是不错的 在此前的七场比赛中 巴坎布打进五球 当然包括 无力难守 首回合的帽子戏法 沙沙乐 只能向前的一脚开球 这一会儿呢 其实变成了 苏巴处 19号靠后 9号苏巴猜 靠前 当然这两个人在 其实以前的比赛当中 就是经常互换 经常在中场线 和前锋线上 来进行对调 有意思 就是两个人都可以兼认 中前卫和前锋 两个位置 而且名字也交的差不多 身高是差的比较多 一个苏巴猜是1米8 苏巴处1米65 国安代主场呢 是占有绝对的 船空的优势 但是如何把这样的 船空优势 转化为打门次数的优势 和比赛的胜势 是需要做好的 这球给到位 哎呦 怎么直接处理了呀 想要凌空电船或电射 但是在雨天 这种情况下呢 没有处理好 但是在这次进攻中呢 他通过自己的高速的插上 有效地增加了国安进攻 面的宽度 加宽了 看动作是一个脚弓 他很快速地冲击上来 还想用脚弓异点处理 不是特别容易 镜头再次对准了比埃拉 如果他能够披挂上阵 可能是奥古斯托身边的一个有力的帮手 他能够用这种小的转身摆脱来衔接球队 而且任意球呢也可以做出贡献 吕鹏 吕鹏其实用身体 用身板 能够在防守当中参与一些 防守意识更强 包括在右边有的时候看到他用身板去扛着人 奥古转身非常灵巧 还是奥古斯托 灵波微步啊 有些人太多了 正好冲到了对方的所有防守圈扎堆的地方 这球呢 苏巴猜就是想要一个犯规 从身体一靠 其实也很难再往前待会儿传了 是有一点滑的滑倒 在上一场比赛中呢 吕鹏呢是替补上场在比赛的最后时间 所以他也完成了 来压惯本赛季个人的首秀 今天呢获得首发的机会 善门场已经到了接近42分钟 你可以说呢在善门场呢 北京国安所有的球员表现都不错 但是0比0的比分呢 确实难掩球队进攻 效率不高的一个尴尬 五后卫的 踢五后卫的球队 如果对方防守注意力很集中 那就是一场持久战 消磨战 反复调动 从不同的区域角度来打击 这样的话到比赛后段 但是国安的替补器应该稍微用的活一些 上班时已经换了一个人了 因为受伤的远 球赤中国没有犯规 随后的国安队多回球选 这种转换也非常重要 船跑奥古斯托和巴顿没有形成默契 沙沙愣 中聂司也上来 昨天来到了北京之后呢 五里南联的教练组和所有队员呢 都一起吃了北京烤鸭 而且呢看了北京的体影戏 以及那京剧的变脸 体现了体会了原汁原味的北京的文化 感觉顺便组组团捋个优 忙里偷闲啊 就对于他们来说呢 一直以来呢 都是亚冠小赌赛的常客 但是想要出现的真的很难 14 15 16 三届亚冠 他们都是小赌隐恨 今年就更难了 17年的他们也没有参加亚冠 因为 五里南联其实在亚冠和联赛当中采用的还是两套阵容 就是很多人都变了 利用场地宽度 也会传到湖顶前 哎 余大宝上来这一下 真的是后防线当中非常关键 而且他的速度呢非常快 就是启动这一下 因为你会你也需要有人来填补 然后腰身边的这个空间 啊 余大宝这种能够顶上来的中位就非常重要 跟他的身体素质呢 其实一直都非常好 在足坛中呢 也确实是有很多先例啊 这个球员在年轻当打之年 那一直提前锋 随着年纪的越来越大呢 逐渐的是变成了中后卫 利物浦的主帅 克洛普 就是这样 国安以前的前锋 杨晨其实职业生涯后期也是打到后边去了 而且当初送到福大牙的一些球员 中国球员 包括余大宝啊 王刚啊 张成东啊 都是身体素质非常出条的 对 国内其他的一些球员 其实跟他们相比的 这个身体素质差一点 然后在上半场接受之前 北京国安是否还能组织起来一些有效的进攻啊 陈中国又把球成功断下来 还是前边的接应 今天两个前方接应太有限了 这边沙沙勒出现了滑倒 对 张希哲把球偷回了 下轿够狠的 看一看是不是又是拉他那工啊 他其实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次犯规应该是给盘的 第一次犯规呢 这个财犯还是给他留了颜面 上半场只有一分钟的商庭捕食 看起来双方将会以0比0的平局呢 来去收场这个上半场 阿坎布 造反规成功 赫特洛珠尼奥尔呢 依然是 啊 有心帮助球队 但是他所付出的努力呢 其实现在效果不佳 图涅斯在后场 来去啊 组织球队的防守 现场的球迷以及呢 正在观看这场比赛的球迷 期待着国安能够尽早的破门 取得必分的领先 吊起来 投球顶到了 距离球门很远 与大宝的腰腹力量很足啊 能把球顶到球门 这一 这个球门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三次定位球 都是他能够顶到 但是呢 无理难连在防这种45度任意球的时候 防线比较靠前 所以之前也有约位 听到了一声哨音 这样话呢 双方的上半场结束 0比0啊 北京国安和无理难连在今天的亚冠小组赛第四轮比赛中 在攻体上半场都没有进球 但也都没有丢球 0比0是上半场过后的比分 各位球迷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看PPT为您带来的北京国安在主场迎战五里难连的亚冠小组赛第四轮的直播啊 双方的下半场呢 四轮方面都是要强于对手 需要在最后的一传一射细节拿捏方面做得更好 今天国安替补席上确实是他全是后卫啊 小将王子明啊 今天再去不去 对还有一个王子明 然后其他俞阳 张宇 金太炎 雷腾龙 包括呢门将郭全国 在上半场呢 由于张宇宁的受伤 巴顿已经是披挂上阵 可是这场比赛啊 在上半场出现的双方唯一的一次换人 五里难连这边还有可以换的进攻的球员 包括梁春长 苏帕纳这两个人上一场替补上来之后 都有不错的表现 而且带来了一个进球 那个小将苏帕纳的进球呢 也是创造了在2003年亚冠改制之后 对 进球最年轻的记录 02年的球员 16岁 嗯 国安的将士们呢 重新的回到了场地中啊 要在这个雨天继续 接下来四五分钟 争取能够获得 球队在这个赛季各项赛事 一波六连胜 而如果能够拿到双线作战的 一波六连胜 史密特的球队也将能追凭 在2015年曼萨诺带领的国安 双线作战开局六连胜的记录 余下的四十五分钟 北京国安需要进球 需要获得一场胜利 14号 奇迪巴也是这场比赛呢 重新的回到首发 他是曼谷人 主裁库瓦里一声哨音 PPT为您带来的亚冠直播 国安主场与无理难连的比赛 下半场正式开始 下半场呢 北京国安将会从右侧 跟左侧进攻 客队相反的方向来比赛 其实有一种潜在的换人方式 是换上一个中位 然后把余大宝顶到前面去 但是这个东西呢 肯定会影响防守 因为上半时 余大宝上来顶的一下 非常重要 对于防守 虽然说 没有看到无理难太多的进攻 但是一把他换下去 前面可能就会出现一点空胖 这个赛季呢 在此前只有一场比赛 应该是与北京人和的 得比战中呢 是先让余大宝打前锋 随后是后撤他 但是没有反过来的 先让他打后卫 然后再把他推到前面去 但是如果这场比赛 一直是无法破门的话 这也是一种 可以去尝试的方式 发挥余大宝 前锋位置上的攻击性 无理难这边呢 在下半场一开始呢 没有任何的换人 他们这一套首发11人呢 是最强阵 也是他们主场战胜 全北现代的 同样的11个人 吴涅斯来自于委内瑞拉 说一下那场全北现代 其实排的也不是 一个常规阵容 有点像三中位 然后呢 出现了一点问题 无理难连在中场呢 现在拿住球权 直接打到了八球区内 完成了下半场呢 球队的第一次抢射 是不是吓得非常猛 导致这个场面麦克风 上面被焦的 声音噼里啪啦的 滴滴答答的能够听到呢 麦克风被雨 所击打的声音 这场比赛呢 现场的国玩球迷 确实很给力啊 虽然下雨 但是整场他们的歌声 都能够让我们 清楚的听到 相信呢 在现场比赛的球员 也能够感受到这样的 一种加油主位的声势 李磊 这次上前的压迫 不同于上半场呢 下半场一开局啊 能够获得更多控救时间的 这是五里难连 奥古斯托 他具有很强的 告成对手犯规的能力 纳鲁巴丁 手臂上的动作呢 还是准确的被主台犯捕捉到 这个赛系在亚冠赛场上 奥古斯托还没有进球 如果这场比赛能够打进进球的话 都将是他职业生涯的 亚冠的 一例进球 五里难 右手转弓 国安依靠中场的人数优势 把球拦紧 国安前场没有绝对速度 所以在对方压仗的时候 这个推进也是多少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上一场比赛其实还是有一些成功的反击 好球 球拉过来 对 一脚出球 过渡到另外一侧 离累 再给回持中国 这招巴坎布 速度有优势 但是背后可能是有一个犯规的推认 这就是有的时候打对方三中位 其实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 通过直穿斜插的方式去找边路 去一个前锋斜插到边路 但是刚才确实 奇迪八是能够堵住阿杆布空切的一个路线 阿杆布经常做这种移动 不管是向边路的斜插 还是在中路直接反差身后 所以他能获得比较多的单刀 奇迪八呢 也是五里南连 清训培养出来的球员 今年27岁 他在2012年 进入到了一队 而图涅斯 他已经呢 在这支球队效力多年 大大小小 所以五里南一共获得了12个冠军 由他来进行后场任一球的直接开 后场断球 给到中路巴顿 自己打门 打出了弧线 门掉出现脱手 但是第一个破坏的是 我们刚才介绍过的图涅斯 巴顿这下处理的也不错 应该说呢 在上去封堵这一下的时候 还是五里南连球员出角 不是特别够 一个位置 要是张玉宁的话 应该也能做出类似的打门 巴顿在过去两个赛季呢 都只能够每个赛季打进一球 又出现了客队的一次犯规 犯规的对象的一言是奥古斯托 这个球奥古斯托也多少需要注意一点 上半时有这么一次的情形 球丢掉之后被快速打 再一次成为了被犯规的对象 不过呢 还是能够将球权留在国安队这一边 奥古和李磊 在这个边路配合 王奇哲的传球 五里南想要推进快速的进攻 基本推不出来 这场比赛也许国安只需要一力进球 就能确保一个主场的胜利 五里南连下半时动作还是很大 为这场客场与国安的亚冠比赛呢 五里南连也是做足了准备啊 他们从双方的第三轮比赛过后 两周时间只进行了一场泰国的联赛 为此呢 泰国联赛的赛程呢 也发生了改变 是中国的传承号 奥古斯托停下来啊 接下来碰到了 把球碰给了对方 第一下出球停的卸得很完美 接下来呢 可能场地失滑的原因 没有处理好 这球也很可惜 比赛确实是消耗战 国安这阵稍微确实往回收了一点 收了一点 所以呢 五里南能够明显感觉到拿球在中场 更加的自如 然后古斯托没回去 巴坎布回去了 鲁尼奥尔 李磊第一回合把就断下来 巴坎布 又一个犯规 在这个位置已经 奥古斯托被犯规 吕虹被犯规 还有巴坎布被犯规两次 这时候主裁判呢 确实要出示黄牌了 出示给了刚才犯规的巴西外员 佩特罗如尼奥尔 必须要用黄牌 来去限制五里南连的下半场 犯规凶狠的这样的一种球风 可是泰国球队 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课场成绩呢 也是不错 他们在过去的14个课场 只输了一场 是在亚冠课场输给朴和红色 而其余的比赛呢 能够赢下9场 比较善于客场作战的一支球 主裁判库瓦里 也曾经在去年还吹了 中国U19和马来西亚 U19国庆队的比赛 专注于打这一次 这好根一波 李磊在空位 传到门前 在后点 江涛再给 这应该打在了手上 点球给了 排派的手势和哨音 国安通过江涛的在右侧的一次传球 获得了点球 这球镜头对准了 看起来是沙沙乐 手臂碰到球 而且自己在本方的罚球区内 虽然刚才很快啊 但是抬起来的手是很明显的 这个你就没有可能逃过去 这都不用VR 我们就能看得非常清楚 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点球 主要的是这种机会啊 这种对抗战当中可能清晰的机会确实比较少 但是呢 总会对手出现失误的时候 而且刚才集中奥古斯托巴赶布打左边 然后再转到右边 终于等到了机会啊 然后奥古斯托 在刚刚完成了代表国安队100次出场里程碑之后 还有可能再迎来自己在亚冠赛场上的第一例进球 他将面对对手西芭拉 相信奥古斯托的脚法呢 能够帮助国安队取得领先 开始猪跑 右脚大门 偏过门将 比分领先奥古斯托 通过他的点球 北京国安1比0 领先无理难连 眼球处理得很稳 门将也不错了方向 奥古斯托虽然说今天看上去身体状态不算特别兴奋吧 但是还是能够不断地发挥作用 能够拉到边路的 额翔赛事代表北京国安 第23例进球 而这例进球 很有可能帮助国安在今天这场比赛中 拿下关键的小赌赛的三分 完全骗过了对方的门家西芭拉 将球轻松地打进 而这类进球出现 也使得国安的球员们可以在余下的比赛中 心情更加放松 士气更加高涨 进球队员 武汉 奥古斯托 京城奥古再一次 是攻体 球迷们高呼他的名字 那么接下来对于无理难连来说呢 就必须要加强进攻了 现在比分已经是落后了 撬牌洗力天然气质油 纯净度99.5% 急净动力超凡表现 江涛又一次断球 成功的断球 巴顿再给到另外一侧 欧古斯托再气球 这个巴坎布门家 就呼出来了 西芭拉的这个 用腿挡球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场比赛 第二次他用腿把巴坎布的射门给挡 巴坎布这次强点和上半时那次进区左侧的机会都没有选择左脚去射门 这个球用左脚的话可能包的面会更大一些 进球率也更高一些 杨西哲 还有机会 精准的长传 巴坎布这边 只有巴坎布一个人 现在巴坎也过去包抄 再给出来 乌尼斯抢到底 杀杀乐 武里南连肯定会比较早的换人 对进攻端有一些调整 今天他们进攻端确实没有办法去带动球队 所以说北京国安打到他们的禁区还是比较多 而且还是挺有效的 在强行进攻的情况下 终于是抓住了对方的失误 取得了领先 中国位置比较靠前 这次 老球 这球给他漂亮 形成了穿插 再坐回来 找巴盾 再摔倒了 这回对手先碰到球 取得领先之后 国安的球员打得会更加的轻松 机会会更快速的出现 又是张继格 这个球可能想往离给 形成了局部人数的占优 三对二 北道中路找巴盾 福涅斯 中头位带球上来 纳鲁巴丁 中方一个对角 之前其实看到这个犯规数据 也是 无理难连今天也是比较高的 更多的一方 是三次 那么西方用这样的一种 彪悍的球风来限制国安的进攻 无理难连你可以 仔细看他们的阵地站进攻 其实前面的人接球这一下 再倒回来 这次客队的进攻还是显得比较有耐心 过渡到另外一侧 沙沙乐 无法送出船中 国安在发球区外围的防守和包围呢 做得不错 没法转身 李大宝 成功的拦截 右手转弓快速推进 一力进球 北京国安 这是对 不会满足的 再给直赛巴康布的速度了 水刀在发球区里边 对手先捅一下 俗赛奥刚才也是体力不支的感觉 中路直接丢球 俗赛奥这个身体的语言 在双方的首黑鹅比赛中呢 无理男联那场比赛呢 是用满了三个欢人名额 今天呢 加上门将替补西藏一共只有五个人 现在比分落后 到了六十分桌 到班多维棋呢 是否该考虑比赛 余下时间的一些人员的变化 就地的反强 效果非常好 看看巴顿 这个球不分啊 左右都可以给 但是巴顿选择自己来 国安已经在对方半场连续的断球了 在即中超的北京国安 在前六轮呢 是只丢了一个球 还是对手的定位球 所以到目前为止 在联赛中呢 国安运动战没有丢球 对于无理男来说呢 想要逾越这条绿色的后方线 也并不容易 就是巴顿 无理男联的前锋们回接之后 他没有办法再去做动作 没有办法去 你看这下 这是刚才巴顿途这次 倒地的捅射 因为他不太习惯 在这种情况下用左脚去 已经完成了强点 对方的门将 带立功 右脚的话 你这个情况只能用脚尖捅他 就没有办法再去控制 这边无理男联呢 是进行了本场比赛的第一次换人 换一下的是 8号球队的老将 35岁的队长 苏塞奥恩努姆 而上场的是 在首回合打进进球的 那名16岁的小将 苏帕娜 苏帕娜换下8号 苏拆奥 这样的话呢 苏帕娜又和自己的 新哥哥苏巴楚 都是 大仗亲兄弟 两个人都在场 里脸上来 里脸上来 中确找到张细哲再给里脸 里脸 要传中 没有耐心的再回传 好球啊 穿当 巧妙找到五四多 再传到中路 这阵八盾 打在边往上 是不是挡到对方球员的脚 停球转身摆脱这一下 非常漂亮 而且创造了自己左脚打门的空间 左脚也打了出去 不可惜角度没有打雕 图涅斯捕防过来的时候 好像铲到了球 记者 剑缝插针 几下都有很有隐蔽性的传球 奥古斯托也是稳准狠的一脚横传 拔顿这脚射门偏了一点点 走位还是到了 然后这个球应该是个脚球 巴顿在2018赛季呢 是面对贵州队 在中超打尽一球 在2017年的面对鲁能 在中超联赛有不破满 又是差点后场 弯弓的断下来 但是出现了犯规在新 虽然犯规但是能够看到北京关这场比赛呢 依然持续的是在丢球之后的就地反抢 而且是多名球员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力度的包围 奥古斯托现在相当靠前 现在都不在屏幕之内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史米特最近动得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让奥古斯托位置能够尽量靠前 今天上旅棚也是来帮奥古斯托防一下 这场比赛呢 是班多维奇带领无理男联各项赛事的第89场比赛 比赛季看起来呢 输到这一场 他们想要从这个小组出现 可能性微乎其微 奥古 交给李磊 左脚传进来 国安可以连续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上去就一过二非常漂亮 还想来一次 想要一过三没有成功 又是就地的翻墙 高位的臂墙和包围 得使得呢 无理男想要八战进攻啊 那时候步履为奸 向前推进的非常的卡顿 核心原因就是 没有办法直接找前面的前锋 并不一定是投上 而是说前锋拉边接球的效率也不是很高 所以说他们打不上去 阵地战有的时候 其实也很有限 前锋能够做的 这种局面肯定是你前边人少 你前锋就得更多的发挥 过去的三个主场呢 三连胜泰国球队 国安三场比赛的比分的分别是4比2 4比0和3比0 而现在苏帕纳上了 往前的这个势头会更加 至少人数多一些 增加了一个前锋 增加了一个攻击点 强大中路就拿下来 很好的防守 金敏塞 合理地利用了自己的力量的优势 金敏塞今天单防的瞬间不多 比大宝更多也顶住 国安的快速推进 一脚之塞 找巴顿 裁判失忆 吴里南没有犯罪 启动的时候应该挂到了对方的腿 肯定是双方有这个腿部的接触 7第8 他也是随着泰国的国家队呢 参加过2014年的亚运会 是吧 伸了一下腿 巴顿这一下摔的也够狠的 所以现在呢 对一也已经进场了 有一个血印 上个赛季呢 各项赛事 巴顿能够出场达到24场 过去四个赛季 代表国安出场 自出最多的一个赛季 是奥古斯托的点球 弹工的骗过了对方门将西瓦拉 轻松 个人压惯手球 离尽球很有可能帮助国安时隔1499天 再获得压惯主场的胜利 从2017年的3月17号 到今天2019年的4月24号 巴顿上来就是一次防守 再给巴坎布一打三 巴顿过来套边 再直接放出了船中 起第八把球破坏 这场赢下来之后呢 北京国安将会在这一个周日进行中超联赛的第七轮比赛 主场挑战大连一方 有机会呢 去创造中超历史上的最长开局连胜记录 第七场连胜 速八处 刚才是造犯规成功 他在这边用他的这个一定的对球的保护 还是能够把球权拿到 现在他打中场更多了 两年以前呢 他只有18岁的时候呢 获得过泰国年度最佳年轻球员的奖线 应该说吴里南还是有很多泰国最出色的球员 二过一 放船中 国安第一点保护住 右手转弓 奥古斯托现在就是进攻三叉戟之一 跟周路移动 奥古斯托的远射 看出疲劳了 能像戴完那一下 势头其实已经不太大了 小连施弥特在场边呢 也是看到了球队的一些问题 大声的在和队员们进行交流 这时1比0的领先 但是呢 比赛呢 刚刚要到70分钟 还不能说是胜拳在握 争取能够尽快的再进一个彻底杀死比赛 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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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哥赛季他是球队的主力右后卫 而这个赛季呢 将会面临王刚 他的竞争 金泰岩实际上呢 也是首选打右后卫 江涛去破传左后卫 沙沙乐 他是球队在后场的一个主要的出球点 但是今天他却守球犯规 送点 来打到了中路 左脚再打门 又是苏巴处 虽然呢 没有制造出任何的威胁 但是整场比赛像这样的距离来打门 古里南呢 没有获得太多的机会 挺少的 几乎就没有 苏巴猜的位置更靠前一些 苏巴主的位置往后来 他的弟弟苏巴娜是往前顶 前面也算有三个攻击手 加上苏巴猜随时往上 配置已经是安排好了 关键的看能不能发挥出作用 那么在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 北京国安的下一场亚国安呢 将会在5月7号 排斥主场迎战首回合输给的全北线弹 那场比赛也是很关键 梁春长 这是一名武力男联租界到球队的越南籍球员 换下的是下半场效率呢 已经几乎没有的外援佩德罗 这个比赛让他下场也是充分说明主教练对他失望 梁春长在四天之后呢 才迎来自己24岁的生日 所以24岁的梁春长换下了32岁的如尼奥 同胞首回合比赛呢 这名球员呢就是踢不上 其实他们在这个外援方面还有这个马一家和这个哈维尔 但是他们在联赛里边出场是更多 所以说呢这个亚冠的他们的政策也是很有意思 这场比赛一共上了两个外援和一个亚外 没满 最近的两轮他们的另外一名外援呢 这个无理男这边的马一家其实都没有进入到比赛名单 哈维尔是上海的 中场的乱战局面 南边体力消耗都比较大 对 往这边 比赛要在确保能够赢下来的同时呢 将队员体能的消耗 以及避免伤病 一定要做到最好 周日打带连一方 再次呢要强调一下呢 在过接下来的八天三场比赛 接下来的四十天十场比赛 过完连续四个星期的一周双散 赛程太密集 李磊 现在基本上已经坐稳了球队主力左后卫的位置 目前的刘欢也是呢 有伤在身 福安队前场的球员的跑动呢 其实随着体能下降已经没有开场的时候 和下半场一开始的时候 更加积极 全场端球八坦步 迅速找到八顿 张锡哲 所谓球队中场的核心 和他送出长船 越位 八顿出现了越位 福安现在踢得像个四三三 奥古斯托上去的比较多 而且参与回防没有那么多 余大宝非常巧妙的一个急停和转身 今天他的表现依然是非常出色 今天余大宝张锡哲 包括奥古斯托的表现都是非常的出色 保持着良好的赛季开始到现在的状态 比南连也抢不动了 把坎步 球拿下来 这两个人今天左路不断地有 再给过来投球计划 八顿打进了这个赛季各项赛事的第一类进球 追凭了过去两个赛季自己为国安队进球的记录 这两个球其实都是打无敌南连的右侧 一个点球也是巴坎步拉出来和奥古斯托在左边来进行配合 所以上半场咱们就说 TD8这边其实顶出来的能力并不是那么强 然后巴坎步和奥古斯托在对方体力突结的时候 在左边 这两个技术能力更强的球员组合出来 往另外一侧掉 制造了这两个进球 而这一次是直接的助攻奥古斯托 巴坎步抢得好 奥古斯托传得好 而巴顿顶得更加好 巴顿的身高对莎莎勒也是很有优势 其实莎莎勒已经在跟了 但是你在身体上面完全没有办法去 去有任何的对抗去干扰到巴顿 而巴顿的这一进球也可以说杀死了比赛 国安将会迎来1499天之后 亚冠的主场首次胜利 球迷们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四年多 对巴顿本身来说这场替补登场其实压力是比较大的 但是他也是非常努力 而且国安在把奥古斯托推上来之后 其实巴顿可能能够发挥出来的场合就更多了 当个赛季24场各项赛事他只打进一球 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 两场各项赛事出场打进一球 这场赢了国安就是各项六连胜 一波双线的各项六连胜 也追平了2015年曼萨诺 当时带领国安开局双线六连胜 看背影的像是金泰妍 这个赛季他没有出场过 不管是在哪条战线上 然后将会披挂上去 奥古斯多 阿坎布能不能这场比赛也来一个 这球没有处理好 以及也露出了笑容 这赛季施米特的确在一个充分的阵容厚度前提下 体现出来了一些思考和一些改变 特别是把你最强的人放到进攻端的这个方式 阿坎布斯多 的确他在今天其实感觉有点疲劳的情况下 依然他的格尔能力是无理难连的中央场球员 难以去招架 25,720人今天在现场来观阵 这样一个雨天呢 上都率是相当不错 而这场比赛也会延续北京国安在这个赛季 主场各项赛事保持不败的记录 这个赛季呢 各项赛事只输过两场超级杯 以及各场全北的亚冠 主场保持不败 无理难连现在确实是有点滑数 两支球队整体实力的差距呢 现在场上的比赛比分也是合理的反应了两支球队实力的差距 这样国安这场结束就可以上到第二位 这就是这两场打无理难连的比赛都是能够的确打得非常的好 你说这场上半时消耗转下半时收割 对方的后卫也的确是开始就各种失误 包括中后场的传球也出现失误 而且还犯下了一些错误 因为最大的一个基础 就是无理难连的前场球员并不具备在这种比赛里边去带动球队 保持攻守平衡 让后方球员减压的这样的方式 李磊完全是消耗球队的后场 这时候李磊出现了受伤 李磊今天其实上去的也比较多 金太炎 金太炎将会替换下李磊 这样的话呢 18号金太炎这个赛季的首次出场 他在上赛季各小比赛19场 而这个赛季呢 他等到了今天 还完成了首次亮相 上赛季打过左边打过右边 替换下李磊呢 看起来将会是继续站在左后位的位置上 上赛季呢 他客串的左后位呢 多长比赛 我看稍微有一点点问题的就是 其实在下半时缺少一个B方案 就是有边峰的这种方案 最终你看累的还是边后位 王刚受伤 然后李磊受伤 所以说最终还是 确实这赛季也背了这个很多 赛季的边后位上赛季 依然可以感觉消耗比较大的边后位 像太炎上场了 太炎上场之后打左边 那这样的话呢 18号 而且一上场 金太炎就出现在了比书记的左后位位置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 先看这下又是后场 又是八顿啊 成功断球 是中国 顶到前边 绿鹏再找到了江涛 在舍门方面呢 北京国安 15角 对手 五里南连只有六次 国安打4312或者4321都不是问题 你用这种方式增加控球 对不对 增加控球之后呢 在这种阵型一般来说会出现一个体能瓶颈 因为确实边路没人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推进或者找宽度不是特别的顺畅 可以有一个边风来作为一个B方案 这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齐达内手下的航马 他的B方案就是阿森西奥 巴斯克斯 这些还有贝尔 这些边路的球员 你背上这样的球员 你60分钟之后 就会踢得更轻松 齐达内当时惯用的套路 就是换一个中路球员下去 一次扣起来 盘台上比叶拉 也目睹了自己的队友 拿下了又一场亚冠的比赛 也是这个赛系国安第一次能够在亚冠联赛中获得连胜 输掉本场比赛之后呢 无理难连与中超球队14场比赛 5胜5负4平 这场比赛输掉之后 他们与中超的总战绩 依然是能够平分秋色 我们在国安就是怎么能让奥古斯托歇一场 如果说之后联赛里边洪勇勇有机会 有竞争力的话 那可以也许可以考虑 好 金太炎漂亮的闪动 左脚再传起来 哈干部也累了 其实这场比赛它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 对 参与到影体的推进当中 拉出来非常多 而且呢还有防守 所以也可以容忍他有一些门前处理的 这个没有打进 而且场地湿滑的雨天比赛 本身对于球员的体能就会有更加额外的消耗因素 那么虽然呢 现在可能悬念已经没有了 但是这场比赛余下的一个看点 看看国安能不能再进一球 因为现在国安的前场 进攻的欲望呢还是比较足的 巴顿还在干扰沙沙乐 吴涅斯 吴里南这次进攻呢 也没有推进的非常快速 现在还是转成了一个阵地站 强大中路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在没有任何压力情况下呢 吴里南联的球员体能也下降了 出现了这次无谓的失误 失误太多了 今天吴里南联后场 对于相对来说 比较冷的天气和湿滑的场地啊 感觉坐的准备并不充分 很不适应 所以吴里南联今年的亚冠 也就这样 这两场输掉之后 而且在亚冠里边呢 和他出全力吧 其实也能够看到 但是没有上足够多的外援 始终是你的球队缺乏一个带动 佩德罗如尼奥尔 又不是说个人能力那么的强 而且今年国安的三个亚冠 小组赛对手啊 其实外援的数量上面都没有用嘛 这队国安肯定是个厉害 今天国安也没有用 场边的客队的主帅班都围棋呢 感觉也是一脸无奈 无力回天 压关的两联赛 因为北京国安呢 为这个周末 与大林一方的中超联赛呢 做足了准备 那鲁巴丁这块球又没有停住 林明在今天因为更多的在保护 于大宝上去抢 所以说他这边踢的还算比较轻松 经常绕到这边的 狐狸南连不管哪个前锋呢 其实也都很难逾 力量上面也有比较大的差距 他们在国安队的后场呢 其实拿球的次数 包括持球的时间都不多 而且他显得比较少 所以我之前在一场压关里面 说过这个余大宝和金明哉的组合 其实是中超赛场上面 最强的组合 或者最强之一吧 我觉得现在还是可以成立的 金太炎把球断下来 奥武再给金太炎 他传向了球门 好脚撕了 这对于我们看球人来说呢 就是看一个边后卫 他有没有在跑动中 能够直接传中的能力 还有一个惯用脚的问题 自打的是右后 但是也可以克穿左后 先拍眼 这个赛季五里南连呢 也由于呢 球队在影员方面的一些啊 昏招 他们其实在国内啊 成绩也并不理想 虽然现在在少赛情况下呢 还能排在联赛第二位 但是他们胜率只有43% 出现了很多平均 可能并不是历史上最强的一支 就是五里南连 哎 阿顿 阿顿 这对手呢 踢倒 今天五里南连的犯规确实多 他们一贯也是这样 虽然是第二次来吹亚冠联赛 但是今天这名卡塔尔的裁判 库瓦里啊 整个在比赛过程中 控制双方球员的情绪 做的还是不错的 只有一些小的这种问题 无伤大雅 王子明是不是要再把巴顿换下来 还是说让巴坎布歇一架 王子明有机会能够连续的在亚冠比赛中呢 都是出场的 再给巴坎布 巴坎布可能不想被换下啊 看能不能再打进一球 张锡哲 这离球门很远 对 张锡哲今天这场比赛也是获得了充分的表现的空间 非常好 这个赛季呢 国安在亚冠能够取得进球的四名球员之一 王子明准备披挂上阵 将换下的是 本场比赛完成船舍建功的 奥古斯托 京城奥古 完成了23例代表国安的进球 29次代表御林军的助攻 在下场我们也看到现场的球迷爆一掌声 球迷心中的英雄和球队 不可或缺的一名球员 上场的是20号 小将王子明 本赛季第二次在亚冠赛场上亮相 上轮呢 在泰国他完成了本赛季亚冠的首秀 现在国安下半时主打的一个方式 就是一个433 古巴里这回呢 没有躲开 五里南整场比赛的犯规呢 确实是非常的凶狠 这回是对吕鹏出现的犯规 我们也是分析过了 吕鹏呢 逐渐的成为了球队的一个中后场的万金油球员 多个位置他都可以去打 这样的球员呢 在赛程密集啊 漫长的赛季中呢 也是对于一支球队来说很关键 哪缺他补哪 今天吕鹏也是发挥了作用 在5月7号主场与全美现在的那场亚冠比赛中的追过来说非常关键 而小组在最后一轮是客场 骨头零钻的比赛 接下来的两场亚冠的都不能有失 本场比赛有三分钟的上天不失 骨力男这几下传的还是比较清楚 苏巴塞脚下还是不错 看到对手的中场控球 所以国安球员现在迅速的都回到防守位 王子明很积极 那骨巴钉在右路直塞 哎呦 双方一个对撞都倒地了 民在防的很不错 划铲的瞬间也是看到了球场上的滴水 一直在下雨 整场比赛 哎呦 这个整个身体倒下来砸到了 其实是鸡民在有点伤他的颈椎的这个位置 那他确实是硬汗 有可能造成脖子顶部的肌肉的拉伤 还是很强壮 要球开起来 多多海铺得很远 大氛围的转移 莎莎勒左脚打门被挡出 因为球员也是去年成为了泰国的国脚 在最后阶段的国关队呢全线的回收 能不能完成一场临风 外围的射门 在罚球湖内的右脚打门 还是偏了 像这样的机会呢 整场无力蓝连没有获得过太多次 拉塔纳宫 拉塔纳宫 那球员呢也是在乌里兰当地的生人 球迷都很喜欢他 嗯 王子明 就交给巴坎布 周末应该巴坎布会首发 张宇宁又出现了受伤 感觉不是周末能够恢复的那种 有四天的时间 将会进行下一场比赛 好 这个时候全场比赛结束 这样的话北京国安在主场2比0战胜了五里蓝连 这样的话球队是迎来了1499天过后的 首次主场亚冠胜利 同时呢也使得施米特的球队呢 在双线作战完成了一波六连胜 追平了曼萨诺在2015年 带领球队开局各项赛事的六连胜记录 获得这场胜利呢 很有希望的 是北京国安 成为了小组的第二名 女士们先生们 球美方完全场比赛结束 这种比分2比0 北京国安队获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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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